外界风言风语 除了指控警队高层和涉案的福利中心有关 还有外媒报导 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 和全球伊赫万集团有瓜葛 哈迪阿旺严正博斥传闻 也强调伊党旗下的教育机构体制受控 没有发生性剥削事件 阿旺阿旺今天在彭亨丹马鲁出席伊党第七十届代表大会之后 向媒体指出伊赫万集团涉嫌以宗教之名做龌龊的勾当 各方应该等候警方完成调查 而伊党内部则有委员会监督旗下教育机构 比如伊党幼儿园和伊斯兰综合小学和中学 确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至于其他机构涉案和伊党无关 请不吝点赞 收拾、 参 máxim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